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从海口出发往哈尔滨西的T112次列车旁边 五年前的2019年 澎湃新闻记者登上这次列车 全程记录了春运的过程 收到回顾五年前的那一趟车上的采访 更加深的就是中国人对于回家的这种执念 我当时作为一个记录者 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 我当时记得很多里克和我们分享 分享过去一年他们的收获和感动 分享当时可能回家外这个心情 就是那种特别急切的 也雀跃的 在我们的直播中 也记录下了很多乘客 透过车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这么一幅画面 我觉得这是直播中很温暖 很有意义的一个定格 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故事的人 我觉得春运其实就是让每一个思乡人得偿所愿的一次经历吧 那么我也是期待着在2024年听到 这一样要二次列车上新的故事 我们有本乡的一些打工者 还有我们也去上学 就是回家过年的大学生 后过去今年大便这个游标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去南方的很多 游客也是想要去到大便 我们还是想在游车上也感受一下 那种稍微过去一点的那种氛围 以及任劲力的连接 在五年前的时候 我觉得从春暖花开到冰天雪地 是一趟逆行之旅 但五年的变化真的好大呀 尔滨已经成了众人都想打卡的网红城市 在中国打工人是如此的生机勃勃 只要能赚到钱 只要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能够跋山涉水 不远万里 不辞辛劳 我也采访了一位来自北洋的大哥 他是一名建筑工人 大概去过了中国七八个省份 他说哪需要建设 他就愿意去哪里赚钱 那哪里有最真实的中国 有最鲜活的报道 哪就会有澎湃记者的记录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一次我们的再出发和再记录 我也不过了 他也有了 一顿 都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